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046集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风印下 黑影却是疯狂地大笑了起来 想当年 这天武大陆强者备出 圣境如云 为了阻止我一魔族的入侵涌现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人物 可现在 哈哈哈哈 黑影摇了摇头 节节惯笑了 阁下若是能救我出去 区区圣境又算得了什么 这天武大陆的规则并不适合武族的生存 阁下应该也很清楚 武族来自大陆只是为了得到一半的东西 这样 天武大陆的控制权 则是根本不放在心上 只要阁下能救出本魔主 本魔主可以保证 必然让阁下跨入圣境 并且一旦攻下天武大陆 整个大陆都将交由阁下统治 阁下将真正成为大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而武族只需要得到那样东西便可了 是天魔主 疯狂大笑起来 阵阵魔气疯狂地涌动 口说无凭 阁下可敢以心魔力士 上官戏而冷了 又何不可 无是天魔主在此力士 若是飘渺宫女帝将无释放 无必让她跨入圣境 且统领天武大陆 如为誓言万魔是心而死 誓天魔主对天发誓 口念咒误 顿时 一股浩荡的力量降临 充满了协议 涌入到了誓天魔主的心中 这是新魔士 上官汐尔微微点头 身形木然动 搜地下化缩了一道流光 直扑黑影所在 拦住他 秦晨惊怒立合 根本不用秦晨开口 在场还腾出手来的人全部懂 秦晨眼中闪过了一丝决句 催动半月古剑 一剑朝着上官汐尔闪电地劈了过去 公主大人 你尽管出手 老身来拦住他们 上官古风和吞天魔君 拳到洞 两个人身形一晃 对着已经出手的秦晨等人 悍然发动了进攻 轰隆一声 顿时天崩地利 一群人大打出手 你们两个 拦住吞天魔君 秦晨低贺一声 目光扫了一眼 赤岩魔君和魔力 传音道 臭小子 你以为本座怕了你吗 赤岩魔君恼怒的 秦晨的命令语气令他极其的不熟 是吗 不听从本少的命令 你们两位的身份 本少可不保证不会说出来 秦晨冷吼 小子 你看清楚状况 现在是我一魔族占据上风 只要是我等暴露出一魔族身份 我会等死的就是你们 别以为本少不知道 你们在古鱼郡中所做的事情 分明是和飘渺宫不在同一条心上的 而且吞天魔君和你等 是应该有仇的吧 更何况 两位若真心想要释放出 是天魔主 何必装神弄鬼鬼鬼祟祟呢 秦晨冷笑练练 和异魔族接触了这么久 他也算是了解异魔族的构造 虽然异魔族中有等级分明之数 不似人类这般勾心斗角 但也并非铁板一块 大家同舟共戒 当初在古鱼界的时候 执法殿的奎依就想利用 祖魔血精将赤岩魔君等人吞噬 成就魔主 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种子 若是释放出了释天魔主 秦晨有种感觉 赤岩魔君和魔力的下场 绝对不会好 否则两人也不会现在这种态度 你 果然 正如秦晨所料那般 赤岩魔君根本就不敢放出释天魔主 先不说他和释天魔主并非同一脉 其次 就凭他在古鱼界中所做的那些事情 飘渺宫的一魔族一脉也不会放过来 哼 那我等有什么好处啊 赤岩魔君咬牙了 秦晨心底一松 喊声道 若是阻止了飘渺宫 届时飘渺宫一脉的一魔族 由你处臣 这可是你说的 赤岩魔君冷哼一声 当起不再犹豫 带着魔力瞬间冲向了吞天魔君 轰隆一手 双方瞬间交手在一起 你是 吞天魔君感受到了赤岩魔君的力量 顿时一静 露出了骇然之字 他感受到了一股十分熟悉的力量 这是一魔族的力量 为了抵挡吞天魔君 誓言魔君自然无法一如开始一样的隐藏得那么彻底 你究竟是谁 吞天魔君惊怒 想不到有一魔族人要阻止自己救出老祖 誓言魔君自是一声不吭 只是疯狂的出手 和魔力两人联手 将吞天魔君阻拦 公孙哲 翟向明 你们两个拖住上官古风 而后 秦晨又给两人下命令 明白 公孙哲和翟向明 深知上官昔尔的可怕 听到自己只需要拖住上官古风 顿时大喜 两个人齐齐扑了上去 滚开 上官古风怒吼 催动原始中 悠悠的钟鸣声响起 要将两人给震开 轰的一声 轰鸣响彻 公孙哲 翟向明两人联手 竟然挡住了上官古风的意见 如果两人单独对战上官古风 自然是没有任何胜算 可两个人联手 再加上冯康安 卢子安等 一群还没有陨落的五弟 在一旁打擦边球 上官古风短时间内 要击杀公孙哲和翟向明 也绝非意识 上官古风和吞天魔君被阻拦下 剩下的人则全部精力 放在了上官昔尔的身上 啥 吉敬丹地 娄子墨 龙霸天 邱浦春 傅乾坤 幻魔宗主等人 包括秦晨在内 齐齐怒吼 发动了攻击 龙霸天之前的前车之剑 众人看得无比清楚 不敢有丝毫大意 各种攻击 像是鲍鱼一般的倾斜而来 哼 就凭你们这些渣子 上官昔尔的眼中闪过了熏光 面对这么多人的出手 他面色不变 速手探出 闪电般的拍出了数十杖的 乱花剑玉迷人眼 令人眼花燎了 震耳欲聋的轰鸣响着 吉敬丹地等人 只觉得一股距离用来 纷纷后退 一个个惊怒万分 他们这么多人联手 竟然没能将上官昔尔给红杀掉 尽管这些人中 秦晨还要催动青莲妖火 娄子墨也要控制大阵 秋普纯和幻魔宗宗主 也要维持风气 只能施展出一部分的力量 但是众人联手形成的威力 早就已经超出了一名 巅峰五帝所能拥有的极限了 秦晨他们吃惊 上官昔尔面色也微微一变 因为在先前的进宫中 他竟然感觉到了几股极其可怕的力量 是谁 上官昔尔目光一眯 扫向了人群 却是看不出端倪 傅乾坤 别溜手 绝不能让他释放出一魔族的魔主 秦晨传言给了傅乾坤 面色无比的凝重 与其交紧 现在大家还有胜算 可一旦一魔族的魔主和上官昔尔联手 那可就真的全完了 可惜 傅乾坤目光阴沉 身上绽放出了道道血脉之光 一股可怕的气息 从他身体中释放了出来 他也拼了 屋底上 傅乾坤身体绽放出黑色的光 这些光运围绕着他旋转 层层叠叠叠的 仿佛无穷无尽的玄妙之门一般 通往未知的深处 这是什么招说 众人被傅乾坤身上的气血 给惊了一跳 那重重漆黑的玄妙之门 浩荡微妙 威鹅耸立 蕴含着无尽的威严 仿佛层叠叠的虚空 都被扭曲了 折叠在其中 无法自拔 红龙里一声 傅乾坤出手了 漆黑的手掌 从玄妙之门中探出来 仿佛化为了万千 又像是从远古之地席卷而出 执掌星辰 扭转乾坤 这是什么招说 上官汐儿面色淡漠 但是也忍不住吃惊 白溪通灵的右手 凝聚可怕的权力 鲜鲜素手如云般浮动 肉眼可见 上官汐儿右手闪烁着一层迷蒙的光芒 让人看上一眼 就是心神悬晕 这手掌看似普通 但是却强得不可思议 面前的虚空 在上官汐儿的长进之下 脆弱得如同纸糊的一般 似乎任何东西 无法阻止他的力量 扑底下 纤细手掌 与傅乾坤的漆黑手掌碰撞了 仿佛 惊怒开口 身形在一瞬间后退 飞速的后退 不用他开口 其他人也感到了这股爆炸的威力 惊怒之下 纷纷在身前凝聚成了一面面的真元护盾 竭力的防御着 轰隆一声 轰鸣声炸开 一群人七倒八歪地飞了出去 一个个发出了门横 脸色发白 心神巨震 而傅乾坤 承受着冲击是最大的 横的一声 一声门横 被轰出了上百丈远 这才稳住了身形 脸色苍白如指 一缕鲜血 从他的嘴角缓缓溢出 触目惊喜 但是 上官汐儿 也终于是后退了 蹬得蹬得 他身形在虚空中倒退了三步 目光凝重 之前这么多人联手 也未曾让他后退 可现在呢 傅乾坤一个人便让他后退了 阁下是谁 可敢报上名了 鬼鬼祟祟 算什么东西 上官汐儿凝视傅乾坤 以傅乾坤的修为 绝非大陆上的一些散修 如此 对于真元的掌控力和手段 唯有大陆最顶尖的几大势力 才有可能诞生这样的强势 上官汐儿 果然名不虚传 区区贱名 不足挂齿 傅乾坤冷哼了一句 心中 却前所未有的凝视 上官汐儿的实力 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 虽然他现在伤势并未痊愈 但是 傅乾坤有一种感觉 即便是他在全盛时期 想要拿下上官汐儿 也绝非是意识 动手 虽然傅乾坤 一击未曾拿下上官汐儿 但是上官汐儿被击退 还是让众人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信息 惊喜之下 纷纷再度出手 死 龙霸天恢复力惊人 右手竟然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一抓探处 顿时浩荡的权威横扫过来 如同一座大山一般 镇压而下 极境丹地也动了 嗡的一下 金色的火焰燃烧 化缩了无数金色的利刃 铺天盖地的落下 密密麻麻的 如同下雨一般 秋朴纯 浑身绽放血脉之光 举手投足间 玄妙的血脉之力涌动 形成了一面面血脉符纹 如同蝴蝶般飞舞而来 而幻魔宗主 也是目光凝重 他手掌绽放着魔光 身形飘忽不定 让人根本就琢磨不透痕迹 虚幻 飘渺 秦晨也催动了半月古剑 古剑绽放神红 隆隆地碾压而下 这群人联手 将上官席儿周身 全部的虚空都封锁了 不留半点空档 造成的效果 绝非一加一等于二 那么简单 而是成倍的提升 看来本宫不认真一下 是不行了 上官席儿冷笑开口 目光淡漠 嘴一张 从她的口中 飞掠出了一颗 青色的珠子 上官席儿口中念念有词 顿时 青色的珠子 闪耀着青光 伴随着她口中古怪的音符响起 无数青色的符纹 从珠子涌现而出 这些符纹绕着她的身体旋转 竟然是化作了一片青色的光月 将它包围在了里面 青灵剑 上官席儿浑身绽放光芒 一圈圈的光波 以她的身体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 席卷开来 方圆百丈内的空间 一下子就被青色的光运包裹着 如同遮天蔽日的青网 充斥着百丈空间 秦晨等人都被网罗其中 所有人的攻击 被这光网罩住之后 立即威力急剧下降 这是什么鬼 秦晨露出了惊讶 那青色的光网 就像蜘蛛网一样 自己完全被黏在了上面 不仅如此 就连真缘也被束缚住 手指都难以动弹一下 众人纷纷变色 尝试着运用真缘 虽然还能行动 但是却受到极大的压制 而且这方圆百丈的古殿之内 完全笼罩了在这光网之中 根本无法闪动 这青色的竹子太古怪了 不但有类似空间领域的能力 更是让众人的真缘 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